人之初性本善,但你的善良,要看对谁,别给错了人,否则含了自己的心,与人交往,靠真心相待,做人要清清白白,对得起别人,还要对得住自己,谁都不比,谁矮一劫,别卑微到尘埃里,别委屈求全,鸟则高枝而欺,是则明主而逝,如果没有遇到合适的人,宁愿一个人孤独着,也不要去交往,特别是以下几种人,一旦交往了, 会吃大亏,你身边有吗,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,欢迎订阅大道无形,三观不合的人,人,因为三观不合,性情不合,很引发一些没有结果的争吵,而理智的中年人,会趁早远离,与自己三观不合,说不到一起的人,举个例子,有的人能从大海里看到宽容,看到自己的烦恼被排解, 有的人却在时刻担心,海浪能带走生命,有的人在担心,沙滩里有太多贝壳扎角,和三观不同的人沟通,会让自己原本美好的心情,有太多烦恼,久而久之,自我认同感会降低, 李公俊说,三观不同,不相为谋,没有共同兴趣,甚至容易产生分歧的人,很难长久同行,在这个世界上,最远的距离,是三观上的差距,三观不合的人在一起。 无论如何沟通,都难以走到一起,与其迁就三观不合的人,不如寻找志同道合的人,一起做朋友,如果遇到在思维模式和思想工作上完全不顺路的人时,礼貌离开或许对自己更好。 得寸进尺的人 有些人,你好心好意帮助他,但是不懂感恩,还觉得你帮助不够多,不够温暖,过后一次次向你索要,但是你拒绝了他,就到处说你坏话,很多人以为你欠他一辈子,这样的人,你宽容他,他就以为你怕事,你给他钱,他就觉得你钱多了,你原谅他,就以为你真的错了,他提出要求。 你答应了,就觉得是应该的,早就该答应了,这样的人,就像落水狗一样,你好心把他拉出水面,却浑身一抖,脏水都抖到你身上,你应该有点冷漠,别随随便便救他,你善良一点,没错,帮助别人也没有错,但得寸进尺的人,别帮助,他以后不会成为你的朋友,你躲开,假装没有遇见。 目中无人的人,这些人以自我为中心,专门损人利己,看不起别人,听不见真言,有的人自高自大,目中无人,他成功了,都看不起穷亲戚了,也不交往过去的朋友了,他只是利用别人的时候。 会靠近别人一下,有一首歌唱道,让我们永远是朋友,结识新朋友,不忘老朋友,多少新朋友,变成老朋友,天高地也厚,山高水长流,人与人总是相互的,也不会一辈子成功,总有倒霉的一天。 如果你目中无人,那么你落魄的时候,真的会体会到虎落平阳被犬妻的滋味。 目中无人的人,还有一点,就是不听劝告,就是错误了,也不低头,而是狡辩,抵赖,侮辱别人,你的好心被当成了鱼肝肺,你的善意,结果得罪了人,这样的人不值得交往。 吹牛说谎的人,生活中经常会遇到一些吹嘘无所不能的人。 说认识这个领导,那个老总,有经济困难,尽管找他,真正有事找他帮忙时,马上会找种种理由推脱,甚至不接电话玩失踪,工作中也经常会看到一些人,他们在领导面前说自己能力强没有办不成的事,同事面前说自己办哪些事情,怎么样厉害。 但是让他去办任何业务都办不成,和他共事不仅逐意没有,而且就算大家一起做出点成绩,他也会在领导面前说是自己的功劳,与说谎的人合作,你永远得不到公平的利益,只要他有机会,一定会将利润说成亏损。 想尽一切办法占你的便宜,看看现在这么多的经济案件,你在法庭上就可以见到他们,公然颠倒黑白,大白天信口雌黄的嘴脸。 虚情假意的朋友。 战国时期,齐敏王被赶出了自己的国家,逃到了魏国,他出去散步的时候,大臣龚玉丹长半左右,齐敏王问,为啥我失去了国家,龚玉丹说,因为您太显明了,天下的君王都嫉妒你,畅通一气来打败你。 于是,齐敏王很开心,在任何地方,你都会遇到吹捧你的人,也会遇到一些喜欢被人吹捧的人。 如果你不能拒绝,就会变成虚伪的人,从此蒙蔽自己的眼睛和心灵,一事无成。 比方说,你是一个单位的一把手,随便发朋友圈,也有人点赞,随便说什么话,都有人鼓掌,大家一团和气,到了工作的关键时期, 你就会发现,身边的人都没有能力,还弄虚作假,导致单位失败。 如果你的微信里,都是虚伪的朋友,你就会整天和大家互相点赞,留虚拍马。 如果你和吃吃喝喝的朋友混在一起,你就会每天都醉醺醺的,不知今夕是何夕,有了吹捧的时间,你不如去做点什么。 学点什么,唯有批评你的人,才会让你进步,唯有当头棒喝的人,才会止损。 小说家古龙说过,真正的寂寞是一种深入骨髓的空虚,一种令你发狂的空虚,纵然在欢呼声中,也会感到内心的空虚。 愁畅与沮与沮丧,虚伪是虚假的热闹,你越喜欢,越寂寞,越害怕独处。 借钱不还的人,借钱不还的人,最可恶,本来好端端的朋友都因为借钱的事情脑僵了,更可气的是,他借钱了,然后就不见了,挖地三尺也找不到人。 我和大刘氏同学,关系也不错,毕业后,他去南方创业,硕士找到一个项目,利润很高,于是向我借钱,我赚了一笔钱给他,希望他尽快创业成功,但是,从那以后,再也联系不到大刘了,据其他同学说,他的项目亏了,我想,亏了,但不至于避而不见吧,起码应该和我们说清楚情况,取得理解吧。 在过了几年,大刘出现了,他辗转几个地方,现在成为了一家企业的管理人员,工资也不错,但他闭口不谈借钱的事情,同学聚会的时候,也是厚脸皮,我准备约他谈一谈,但他又一次失踪了,欠别人所有的钱。 都没有还,人心啊,人心就如出薄粮,也许,你身边也有人向你借钱,但你一定要看清楚对方的情况,考察清楚对方的人品,别借钱给人品不好的人,即便他跪下来求你,也别理会。 这是很现实的教训,损人利己,嫁祸于人的人。 我的同学王湛峰,在南京开打印社,因此,他和很多企业有业务往来,一些企业的资料,都会发送到打印社来。 有一次,王湛峰发现某电子厂的材料上,有电子厂的产品价格,他灵机一动,想到了卖信息赚钱的方法,王湛峰靠倒卖企业的信息,赚了几万块钱,殊不知,他的行为,对企业造成了很大的损失,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。 王湛峰的行为,被企业的业务员发现了,但是他百般抵赖,把事情嫁祸给打印社的一个女员工,现在王湛峰的打印社倒闭了,因为所有的企业都和他终止了合作,被他冤枉的女员工也和王湛峰打官司。 多行不易必自闭,当一个人立于熏心的时候,就是或是来临的事情,如果不愿意为自己的言行负责,还嫁祸于人,那么就会更加倒霉,暴露了他的心肠,十分歹毒。 遇到这样的人,一定要远离,否则坑你没商量,其实还有很多类型的人都靠不住,别去靠,否则都是寒心。 比方说,心怀鬼胎的人,暗地里算计人,借着爱情的名义伤害你,伤心啊,敷衍你的人,从来不把你当一回事。 其实,人生路上还要珍惜一些人,帮助别人,也温暖自己,比方说,真正的朋友,互相帮助,心有灵犀的知己,温暖心灵,互相爱慕的人,牵手一生,正直的同事,互相学习,互相联手,好邻居,远亲不如近邻,品德高尚的人,值得敬佩。 人生几十年,总要活好自己,别委屈求全,别靠近以上几种人,为自己添福气,安享太平,从今往后,对那些不怀好意的人,勇敢地说,不,对那些伤心的假爱,坚决转身离开,对那些卑鄙的小人,惹不起,躲得起,一个人,堂堂正正,身正不怕影子邪,敢爱敢恨,没错。 一个人,远离这几种人,福气不倾自来,人生越来越顺,读国学经典,勿人生智慧,欢迎订阅大道无形。